开着车录一下视频 说说自己的一些想法挺好的 因为比较随意 比较放松 在那个小的studio里面 要摆弄一下 还要浪费时间 然后反而有点拘束 说的也没有那么轻松 最近看了一个YouTuber Kurt Yeer 是一个华人 从小在美国长大 然后26岁才开始做演员 然后现在大概13年 快13年的时间吧 他演了超过50部电影 电视剧 都是好莱坞 这些的那个片子 和一些电视剧 我觉得就受启发挺大的 他的视频说的一些内容 也很实用很实在 所以他听他的那个介绍的话 就说你想做演员的话 第一步还是得去训练 那些人 如果有人想做演员 成为一个科业 的话 他们必须觉得 其他叫做业业 一个酒量 然后他们必须 如果他们想做成 演员 成为业业 成为业业 所以他们必须 成为业业业 是对于就是说不是在美国受的教育和成长的朋友来说 在好莱坞去做一些训练更加重要 因为除了表演之外 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试镜的一些训练 试镜的课程 还有语言的课程 去口音的一些课程 这都很重要 没有受过训练的话 不太了解就是好莱坞这边的casting的一些规则和方式 然后一些技巧 当然最重要也是能学到很多表演的一些技巧 因为表演它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工作 那它肯定就会有一些技巧 你有天赋再加上一些技巧 那你的表演就更加无可挑剔 然后可以胜任各种角色 然后像我们这种既没有经验 也没有那个天赋的话 就更需要去培训一下 所以的话我下一步的计划就是会找一个acting school 去上一下课 目前来说可能多数都是online的 那其实也不错 这样也不用跑 从这边跑到好莱坞去 或者是North Hollywood 一般都是在那些地方嘛 你省去了交通的时间 然后可以比较flexible 比较自由吧 选择你的时间 我想去参加 所以到时候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上课的一些情况 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然后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启发 然后通过我 其实我就是一个中年屌丝 起步完水平也比较低 所以的话如果我有一些进步 那是你更加有可能得到进步 如果我走了一些弯路 或者犯了一些错 那我希望这些错和一些弯路能够避免 第一次收看我的视频的话 那你可以订阅一下 然后也可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